oo Automobil们 你们大家好 我是小明 今天又到了试车时段 今天我要试什么车哩 你看我戴这种帽子 就知道很厉害了啦 我要试喜车佬的 Type R 当然不是啦 你看我戴着这个 Volkswagen 的帽子 我今天是要试驾 Volkswagen 的新车 什么车咧? Gocchi Di啊? 还是这个 Pro 版的 Golf R? No, no,我今天要试驾的是 Pro Max 器官 2.0 Old Space 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 因为它的搭载的引擎是和 Golf GTI 一样的 EA888 2.0 PSI 涡轮这样的引擎 这具引擎在这台车身上可以产生 220 PS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率则是 350 Nm 也就是讲 Nm 是和 Golf GTI 一样 它只是少了 Golf GTI 10 匹马力而已哦 那搭配的这变速箱呢 是最新的 7速 C4 DHG 双离合变速箱 而且这台车还有 4Motion 全驱系统 也就是讲它其实是大一号的 Golf R 来的 这样的组合之下呢 让这台车 0-100 加速只需要 6.8 秒 比 Golf GTI 只是慢了 0.4 秒而已哦 我们来看看外形的部分 之前我在试驾这个普通版的 T 罐的时候啊 我就有讲过如果当时的 T 罐引入 R 套件的话 它整体就会帅很多 那现在 T 罐 O6 2.0 使用的正是 R 来的套件 是不是整个前脸造型就看得比较霸气了一点 但是哦 这个 T 罐刚刚在外国进行了小改款 那个最新的车头更加的帅哦 那在设计上呢其实这个 R 来套件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钢琴黑的这个 试板啊整体看起来是比较有质感的 然后这个 T 罐 O6 其实它的这个引擎看 有稍微的不同 因为它的车身加仓的关系 设计师要给这个车身比例更加和谐 所以它把这个引擎看进行了加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T 罐 O6 它的车头 其实看起来是比普通版更加的方针 我们私家的这款 T 罐 O6 2.0 是使用这个 LED 头灯设计 那这个 LED 头灯呢还具备随动转向功能 以及在你转到一定的这个角度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一个雾灯的设计 会照亮你的车侧的部分 那我在夜间试开这台车的时候 其实这个方圈很好用 但是它并不具备这个自动远近光灯的功能 然后下方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个雾灯的设计 这个雾灯是黄灯的炉素灯泡来的 我过的 T 罐 O6 2.0 所使用的是一个 19 寸的轮圈 并搭配尺寸为 255 45 19 的一个轮胎 这个尺寸以 SUV 来讲其实是相当的宽的 可以稍微嗅到它这个性能的味道了 那原厂给的这个轮胎呢是 Pirelli 的 Scorpion Verde 表现如何呢 待会试驾再给大家知道 在车色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T 罐 O6 2.0 它的这个塑胶护板呢是采用一个与车身同色的设计 整体看起来是稍微比较贵了一点 那它和这个 T 罐普通啊最大不同自然是它的这个车长 车长部分 这台车它的车长达到了 4,701 mm 比起普通版是长了一个 215 mm 而轴距方面呢也是变成 2787 mm 长了一个 106 mm 那得益于这一个加长的尺寸 它的这个后门是长了许多 那乍看之下呢这个 T 罐 O6 的车尾 其实看起来和普通版的 T 罐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这个 R-Line 版本呢它的这个护板 采用了车身同色的设计整个看起来就是好看很多了 我觉得这个 T 罐 O6 的车尾啦 这个扎实的线条整个就是得范味十足 然后下方有这个排气围管但是 假的 还有就是这个尾灯主设计呢也是导入了最新的 这个 Volkswagen 家族师设计风格 所以它采用了一个 3D 式的细节设计 晚上看的话很漂亮哦 那接下来就打开一下它的这个尾门 没有脚踢室 但是有电动尾门 OK 所以我在里面就已经放了两个不同尺寸的行李箱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 Old Space 它的尾箱空间 在第三排座椅打开的时候呢 是 230 公升 这个其实是在本地同级对手里面 它是最宽的那一个 然后再把这个第三排座椅放下之后呢 这个尾箱容量空间就达到了 700 公升 如果你再把这个第二排座椅也一起倒平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放完的 1175 公升 朋友们 这个容量基本上你去什么 Ikea 啊 什么 Giant 什么都好 都不是问题了 那除此之外呢 这个 2.0 版本的这一台 Discovery Pro 主机 它是个 9.2 吋 并且支援手势操作 然后支援这个 时下最流行的 Android Auto 以及 Apple CarPlay 手机互联工能 那重点是呢 这个 2021 的版本呢 它的 Apple CarPlay 是无线操作的 还有就是这个 2.0 版本呢 它还内建了原状的 Navigation 也就是导航系统 所以它前方的这个 11.7 吋的最新 Digital Cockpit 全夜景显示意表盘 你除了可以做六种不同的这个客制化选项 就是它的那个操作界面不同以外呢 它还可以全屏显示这个 Navigation 也就是这个导航系统的地图 但是这个 2.0 版本 比起那个 1.4 版本呢 贵那么多 它的重点还是在这个东西 Full Motion 以及这个驾驶模式的炫钮 那这个呢 待会我在试驾的时候 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讲到那一桩啊 其实这一边 才是这个 Ticor Oxpace 的重点 因为它是一台 七人座的车型 所以我现在就示范一下 怎样进入这个第三排座位好了 首先拉起这边 然后直接这样子推 OK 等一下我先把这个椅子收起来先 OK 那因为它这个第二排座椅呢 它的这个前后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在腿部空间表现方面 其实算是比较有灵活性一点啦 但是 这个后座空间 你们就可以看到了 其实 这个 与其说它是七人座啦 我觉得它比较像是5加2的一个车型 因为这个第三排座椅的空间 它的这个腿部支撑几乎是没有 然后你看我身高只是168 我已经是顶头了 这个椅背也不能调整 我觉得这个第三排座位相比起它的同级对手 比如说MASA CX-8 或者是这个 Hyundai 三大飞 另外这两位呢 它在这个第三排座位的空间表现方面 是会比较好 也做得比较舒服一点啦 这个 Tigua Oatspace 这一边啊 我觉得比较适合小孩子 又或者是那种体积较小 身心比较可爱的人类们 你们就可以坐这里了 德系的关门声 那相比起它多了 这个第三排座位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 Tigua Oatspace 受益最多的地方 反而是这个第二排座椅的空间的地方 因为它整个筹距就已经长了 所以这一边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腿部空间 基本上已经是很宽了 然后也因为有这个第三排座椅的关系 所以这个椅子 刚才我说了 它是可以前后调整的 所以是蛮灵活的啦 然后这个椅背呢 它也能进行 角度蛮大的一个调整 哇 这样子坐着好舒服哦 然后这个椅背呢 其实它的这个支撑性 非常的OC 也就是说它的支撑性很好 然后这个椅子又够Firm 所以我觉得你坐长途的话呢 这个后座真的是很舒服 因为它这个整个空间感真的是很有 就算是坐在中间都好 只是说这个中间的椅背稍微硬了一点啦 然后我现在还发现原来 前方的椅子也是头枕 是可以调的哦 哇 还有就是 中间也是有这个armrest 然后这边可以放水 然后这一台车呢 中间是有这个空调出风口的 然后它的这个温度还可以进行调整 风量不行 但是可以调温度 下方呢 有这个USB Type-C的插槽 这个2021版本的Diguan Oldspace 全车都是使用这个Type-C的USB了 但是它这边还是有这个12V的这个插槽啦 所以整体实用性上来讲啦 我觉得这一台车 以家庭定位来说它很称之 重点是这边真的很舒服啦 不想下车啊 现在就让我讲出我觉得这台车有什么优点 不止头疼有喷嘴 就连reverse camera 都有喷嘴 只有它有的野餐桌还可以放水 你要在车上吃东西 喝水看戏甚至是办公都可以 看到这个 我就想起我一直出国的那个时光 好怀念喔 植物空间超丰富 这车四个门卡都很深很大 可以放很多东西 然后中间这边呢 这边可以放手机 可以放一些私人物件 这边呢也是一个超大的植物格 你可以放两支水 你甚至还可以放一些Smart Degg 等等的东西 然后这个箱子也是蛮深的 Drawer 很大很震 然后上面这边都有一个小格子 可以给你放东西 而且还有绒布喔 然后有一点很特别的是 这台车这边还有一个网 你可以 塞进任何你想塞的东西 我觉得家用车就是要这样子 诶 上面 也可以放东西 可以放纸径耶 蛤 缺点呢 200千的车没有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你没有那些ACC啊 车道维持辅助那些比较高级的功能就算了 但是 Blindsport Monitor 自动紧急刹车都没有喔 这么大台的车只有这个普通的倒车的摄像头 我觉得这一款车应该要配有这个360度全景摄像辅助系统才对啊 这个主机 超容易留指纹 其实是会开这一台Tiguan Old Space的 那个感觉很亲切啊 就是和我之前看的Fasad Ligus一样 就是整个感觉很舒服 我觉得这方面呢 除了是因为它的这个调校 悬吊调校很得意以外啦 也一方面是因为它的这个车子的整体的那个杠地盘 还有车体的杠性很firm的感觉 所以会有一种让你觉得这一台开这台车很稳的感觉啊 整个就是舒服 那还有就是这台车的隔音还是和以往我所知道的 我所认识的这个Waxway跟的车子一样是很好 它的这个紧密性 好像我现在在试取行驶喔 其实那个开道是不太明显 引擎声是更加不用讲 完全是几乎是没有传进来的 刚才我所说的这个旋钮 那就是这一台车 其实它是有不同的这个驾驶模式可以选择 包括有这个公路模式 然后Offroad Offroad Expert 它可能可以去 就是去越野做一些轻度越野 还有这个在外国才可以使用到这个 Snow Mode 就是雪地的时候使用的 而且这个公路模式喔 你还可以在额外选择 它有Preset的四种驾驶模式 加上一个Individual 那我就选择这个Individual 因为它可以客制化 包括这个悬吊的硬度 方向盘的手感的重量 还有引擎等等的 但是我觉得这台车最大的好处还是它有这个DCC 也就是电子悬吊 因为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悬吊的硬度 它在这个悬吊的调教方面已经是很 可以用完美来形容了 很全方位啊 你要舒服有舒服 你要运动有运动 重点是运动的同时它又可以很舒服 但我觉得对于这台车来说 其实这个不同硬度的悬吊呢 最大的好处还是 因为这台车它其实很重 所以如果要照顾舒适的话呢 你跑快的时候很大可能 它会稍微比较Fold一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能够把这个悬吊的硬度调异 所以你跑高速的时候 好像我现在开着高速 基本上在Sport Mode模式下呢 这个硬度之下呢 这台车是非常的稳定的 然后我相信在满人的话呢 它应该也不会过软 再加上这个黄金组合 讲到这个Fold Motion 其实 尽管这台车是一台七人车 而且是重心比较高的SUV 但是我觉得它的这个贴地的感觉哦 其实和Golf R 我之前开过的Golf R Mark 7.5 蛮接近的感觉耶 这个算是我开过的全驱SUV当中 最有全驱的一个感觉 这个贴地真的不错 而且它的速度其实蛮快的 哇哦 哇哦 这个方向盘的指向也是蛮精准的 哇这个真的是有一种小钢炮的感觉 这种size的SUV呢 开起来还是稍微会比较没有那么灵活 相比起之前我开过的五人做的那个一点是提官啊 你还是可以感觉到车尾的响应比较没有那么迅速 没有那么的直接那么的快 那我觉得这不是问题啦 因为整体来说它还是很好开 然后操控方面 我觉得还是可以用sharp来形容它 那我刚才说的隔音 其实在这个跑着一个120多的时候 我还是没有什么听到风切声 以这么一辆 这么一个大体积然后 又比较高的一台SUV来说 我觉得这个隔音表现可以用出色来形容 果然是EA888 随传随到 就算这台车已经是接近1.9吨了 那是真的是很轻松哦 这个动力 我觉得这一种家庭SUV 而且又是7人做SUV啦 有涡轮的好处就是 它的这个中段加速低扭方面它比较饱满 相比起同级的这个NA的对手来说啦 它在这一方面真的是占有优势 不管是这个动力的随传随到啦 还是我相信在载满人之下 又或者是你要超车还是上斜坡之类等等的 我相信这台车 怎样多好都会比这个NA来的轻松 前面有个G1 可以哦 这个动力真的是 我觉得在D-D-Town模式之下呢 它的这个调教 动力调教方面 是稍微比起以前的Voxhacker 好像我的Jeta这样子呢 那一个Aggressive它是少的 它比较柔顺 比较平顺了一点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你只要把这个档位 切换至S 那个积极性 以往那个我所知道的TSI 加上DHG这个黄金组合的积极性 瞬间就回来了 它在Fraction Control 把这辆车抓得很好 然后你要这样挡的话 你其实还有Pedal Shift可以玩 嗯 我觉得这一台车 你要说还是一辆最速奶巴车 没有到最速啦 就很快的一台奶巴车 它绝对秤值 20万你要找到这样的一个性能 这样的一个操控表现 循迹表现 动态表现等等等等的 我暂时想不到有任何一个对手啦 同级最强应该就是好了 讲真的 来做一个简单的加速测试好了 哇这个真的是有变态耶 真的是一辆高版的小钢炮 哇这个动力 OMG 而且在那么快的情况下 这一台车还是异常的稳定耶 完全没有任何漂浮的感觉 哇这个 这个操控 这个动态表现 我觉得真的必须 我会给它一个很高的一个 rating 老实说没有说的话 真的我不感觉到 感觉不到我在开这一台SUV 整体来说 我觉得它这个乘坐质感呢 就是很扎实 很firm 但它又在这个全吊方面呢 又兼顾到这个舒适性啦 这一方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典型的德系的味道 那相比之下 如果说CX-8的话呢 我之前开过CX-8 Deezer 方面 它开起来呢 那一个就很典型的日系的舒适 很舒服 然后很精致的感觉啦 这个 我可以用截然不同的一个性格来形容它 各有各的好 现在尝试一下做这个后座乘客的感受 那我首先注意到的是 这台车的隔音的确真的是很好 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外面的那些 车水马龙的声音啊 也是被隔绝到很好 所以让我觉得这个后面 其实它的氛围是稍微有一点 豪华行政的感觉啦 但是 它还是有一些稍微比较 不足的地方 首先就是 这个门板是 Hard Plastic 20万的车 OK啦 就可能是德系 比较注重Practical 所以它们 没有那么在乎 因为前面其实是Soft Plastic的 只有后面 它就是这个 蛮多Hard Plastic的地方 但整体而言呢 其实如果以乘坐品质来讲 我是觉得这一辆车 坐起来很舒服 然后 隔音好 过滤税这方面呢 其实我本来以为 因为它用19寸的Rim 加上它又比较运动化 我本来以为它的路感会比较明显 但是 其实我反而坐在后座的时候 我觉得 诶 弹跳方面其实还OK哦 就算我现在DCC 其实是设定在这个Sport Mode 也是最硬的电子悬吊设定 但是 整体的那个 嗯 路感啊那些 还是相当的舒服的 我反而还蛮喜欢这种 比较扎实 比较Firm 的感觉 那其实刚才 这个我们回来的路上 我现在回这公司 路上其实是下蛮大的雨的 然后我就 突然间appreciate到这辆车了 相比起普通的家庭房车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在Puchong 这边 然后刚才是震水 那前面就有寄水了 so 我坐在这一辆T罐上面高高在上啊啊啊啊啊 我就看着这个水花这样子 完全不用担心 我过不到还是什么 这个 的确真的是SUV的一个优势 VXW T罐 Oldspace 2.0 R-Line 在我国的售价是$20.09,637.39 那这个价格是after SSD豁免之后啦 这个价位同等的对手还有谁呢 首先就是顶级版的这个Mazda CX-8 还有同样是顶配版的Hyundai三大费 当然更便宜的对手是有啦 但是呢 其实这个T罐 Oldspace 它还有一个1.4的前驱版 那一个就便宜这台4万块 很明显是主打性价比的 所以花一个20万你买到什么 我觉得这个版本它最主要的就是这个2.0涡轮增压 DCC 还有这个4Motion全驱系统了 这三大组合它带给你的不只是爽快还有性能 我觉得更多时候其实是带给你一个更好更稳定的驾驶表现 这一方面我觉得其实是有连带性的啦 就是它其实可以带给你一个更舒服以及更安全的一个行车表现 尤其是它的这个抓地力真的是某大顶 所以就看你要不要花这笔钱去买这一份安心还有这一份爽了 加上它在这个空间的运用还有实际性上也是很欧系 就是整个很practical的感觉啦 这方面我觉得是它的日系还有韩系对手比不上的 但是如果说到这个第三排的座位表现方面呢 这一台车就的确是逊色于它的这个对手 那些Walksircon Malaysia 也为这一台车提供免费3年 或者是4万5千公里的免费保养以及5年的保固期 所以大家看了今天的这个试驾影片后 觉得这一台TQO2.0如何呢? 欢迎在下方发表你的看法 有没有Walksircon的车主和我一样的 也欢迎在下方报道 大家一起交流交流 我是小明 今天的这个试驾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也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频道 觉得这期的影片好吗? 喜欢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 还有分享出去 最重要的当然是订阅我的频道了 我们下一期的这个节目再见 拜拜!